电影学院主持专业毕业,毕业之后也顺利从事主持行业,在主持快乐女生后渐渐被大家所熟知,2004年杨乐乐与汪涵一起主持了《玫瑰有约》,两人搭档十分默契,不知不觉就萌生了爱意,起初两人很低调,没有公开恋情,可久而久之,时常被拍到两人在一起的画面,终于在媒体的追问下,杨乐乐脱口承认两人已经结婚,今天看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,杨乐乐疑似被骗了788万,设计此事件的品牌董事已经被立案争传了, 我只想问,汪涵知道这件事会咋样,会不会急得跳脚呢?但据知情人士透露,汪涵这一次也是没办法,不打不骂还安慰,妻子太善良了,所以被骗,其实你们可以试着搜索一下《贵之部》这个品牌,发现杨乐乐和他们还是有很多关联的,起初应该是因为《贵之部》做慈善的原因才引发了很多明星的关注,后来杨乐乐也加入了这个慈善活动,后来杨乐乐和这个品牌就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,有一些晚会活动也会去参加,这样一来二去就陷进去了,后来流传出 这个品牌涉嫌违规操作,这是一张网传的图片,里面有杨乐乐的名字哦,不知道这图片是不是真的,也不知道这一次乐乐是不是真的被骗了,但就算被骗了也值得原谅,最开始人家可是奔着慈善去的,目的是纯洁的,估计猫涵知道了也不会责怪他,毕竟我韩哥可是很宠爱乐乐和小木木的,七百多万我们常人看起来挺多的,但是在明星眼里应该不算多吧,赚得多呀,所以这一点钱不算啥,韩哥加油赚钱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